一人詹雅文突然宣布自己的脑瘤奇迹消失,而且之后不用再进行开脑手术,不过才几天前,詹雅文仍在烦恼自己罹患的帕金森市政,当时更心累地表示,只剩下最后一种方法可以尝试,也觉得自己真的好累。 詹雅文日前发文曾透露,判定是帕金森以来,得到很多建议,很多方向,很多希望,一直从寻找最好的医疗,最新的方法,到念头转换,变成寻求最后的机会,而后也听建议,开始进行针灸治疗。 而透过针灸治疗两个多月,詹雅文也说,这些过程很揪心,疲惫,针灸治疗成为我现在最后的做法,因为我已经很累了。 针灸两个多月,二、三天针一次,持续不断到了拍MV出专辑,休息一、两个礼拜,今天又开始了疗程,现在走路比较不怕了,现在活动力比较大胆了,现在说话比较有元气了,似乎状况也慢慢好转,没想到如今就传来好消息,脑瘤意外的变小,也让他可以不用再进行开脑手术。 就写了帕金森事证,好,我的本名,OK,我希望大家不要再以而传而认为说,我是为了任何的理由或者是目的,而来欺骗大家说我生病。 我的药呢,我每天晚上就会开始整理我的药,尤其是这个时候要整理明天吃的药,这里就写了帕金森事证,帕金森事证,然后呢,名字呢,就是,好,我的本名,OK,好, 让大家知道呢,我吃的药呢,就是都是帕金森事证,帕金森事证,帕金森事证的药,好,然后呢,也是我的名字,OK,也是我的名字,我希望大家不要再,以而传而认为说,我是为了任何的理由或者是目的,而来欺骗大家说我生病。 人生不要那样啦,不要需要别人来,需要别人注视你的时候,然后你来骗说,骗大家说你生病呢,没有那个必要,而且,我觉得演艺圈也不需要走到这个地步,而且我在演艺圈已经30年了,根本不需要用病症来骗大家, 不要用判断的角度,去想别人,也不要去做这个考验,好吗?你们做考验,我很辛苦,我的心情很体能,很辛苦,我的心情很体能,很辛苦, 我的感觉说,哪有那个必要,去做这个考验? 人生是有判断,他如果没有判断,他故意说他判断,那也是他的事啊,就是我个人的背景和大家都无关系,所以大家不要太烦恼,也不要大家为了我的背景来在那里, 你会说,那是假的啦,那是怎样啦,那是怎样啦,那是怎样,不要,不要这样这个考验,我们不需要,该吃的营养品也要吃,像我现在我都会喝鸡精啦,然后,鸡精加酸麻加分工,让自己有点精神一点,这样子, 我也要告诉大家说,因为,我常常没有口水,所以,常常讲话,讲到一半就会停住了,大家不要就是说,哎呦,雅文不晓得矫禁老师又在想什么了,拜托勒,不要想那么多。